小小孩童骑着滑步车 伸手矫健的滑行在跑道里 流行于日韩以及港澳的滑步车 近年来引入台湾 业者表示滑步车可以训练 小孩的平衡感以及协调性 有许多家长都让孩子接触 一边享受游玩的乐趣 一边成长茁壮 为了训练小朋友平衡感的 那他相对的 其实他自己协调性也会变好 然后因为运动嘛 对小朋友的就是肌肉骨 也是还不错的这样子 我们最小是有两岁才能参加比赛 对 然后两岁的话就是 两岁组三岁组分男女 就是以上都是 儿童节放假去 在新竹市的知名百货商场里 有业者举办滑步车大赛 吸引上百组的家长参与 让小孩带上护具 骑着滑步车 驰骋在跑道上 不光是孩子玩得开心 家长们也乐得轻松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赛 对 然后就想要让小朋友来试试看 好玩吗 好玩喔 那你等一下要不要认真加油 要吗 要喔 那等一下加油加油好吗 那你说加油喔 加油 加油 这是一个很适合小朋友的运动 对 所以说我们也常常在各地 就是只要有比赛我们都会出现 他也希望利用假日这个时间去陪小朋友 你要认真 努力加油吗 要 我第一名 为了训练小朋友的平衡感 也消耗他们的体力 越来越多的业者 推出精彩有趣的游乐方式 希望让家长们买单 而短短的一天活动 就有上百组的家庭报名参加 也看得出来滑步车相当受到民众欢迎 凯阜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